新冠疫苗第五轮开放 短短三个小时就有32.3万人登记 眼看疫苗库存量减少 到8月底现有的疫苗可能就会打完了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他就回应 8月还会有疫苗到货 但确切的时间还不知道 目前全台大约三分之二的人都还没有打疫苗 但有766万人左右没有施打第二剂 这让专家就很忧心了 只打一剂的疫苗保护力不足 万一Delta病毒真的入侵了台湾 恐怕会爆发大规模疫情 指挥中心开放第五轮登记 共51.5万人符合资格 开放首日短短三个小时 超过32.3万人登记 等于62.8%符合资格民众已登记 但台湾疫苗荒 统计至8月5号 中央加地方AZ疫苗还有86.69万剂 莫德纳还有65.8万剂 依照目前施打速度 很可能8月下旬就会打完 AZ最多存量 目前它的一个存量 已经在8月底告进 指挥中心发言人装人想回应 第五轮打到8月17号 AZ跟莫德纳 8月还会陆续到货 但详细时间点却未定 如今闹疫苗荒 就是因为指挥中心为超前部署 统计全台第一剂是打817万人 只有43.7万人打完两剂 更有超过773万人 还没打第二剂 但如今疫苗量衔接不上 指挥中心想将两剂间隔拉长到超过10到12周 有列委质疑 加拿大疾管局建议莫德纳两剂最佳间隔4周28天 莫德纳访单也建议间隔4周28天 很难不保证 在这个一剂跟二剂的空档之间 不会再出现Delta病毒的感染爆发 加拿大这个extended interval 都是16周 那当然美国加美国的政策了 指挥中心认为严守边境就能防Delta变异株 但台湾疫苗打得慢 两剂疫苗涵盖率不足 万一Delta真的入侵 造成社区传播 专家认为疫情警戒势必再升级 接下来 请订阅SNG台北采访报导